最近我參與了兩場,分別是星打波和馬來西亞的衝動效應演唱會 即是世榮和阿波的衝動效應演唱會 很開心可以和一大群人一起玩Beyond的歌曲 我做了一個開場嘉賓和演唱會的尾聲 都有出來唱和大家一起jam 很高興,氣氛非常好,尤其是星加坡滿座 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唱和Beyond 即是世榮和阿波唱Beyond的歌是一件很感動的事 其實我認識王冠宗已經是2009年,第一次認識他 當時我是在一間Live House住唱的 但我沒有騷擾到他,因為想給他更多階段 所以我沒有打擾到他 之後我記得是好像在打擾的時候 我就在唱一首歌,是閉上眼唱一首歌的 唱完首歌之後,一張大眼就看到他站在我前面 就在拍掌 當然這個時候我就不浪費這個機會 就叫他不如上來一起玩一下吧 然後他就一口答應了,就上來玩到完全不想離開 因為大家一玩就很高興 那時候就第一次認識他 之後我那間Live House 就聘請了他和世榮 一起過來做一個Beyond的表演 就是他們兩個的表演 唱一些他自己的作品 兩個人自己的作品 還有之後就唱Beyond的歌 那天晚上也是很興奮的 我當晚是一個樂隊的主持人 那時候就開始有些聊天 去到2013至2014年的時候 我就簽了給香港的太陽娛樂Paco Paco就安排了王冠宗幫我 落身訂造一首歌叫《到夜有到》 整首歌是他編曲、作曲、劉卓輝填詞 所有樂器除了Keyboard 是他玩完的 即是和音、吉他、Bass也是他玩完的 所有東西都是他監製 他做完的 由那時候開始 就有很多機會見到他 多些接觸、多些交流 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 尤其是玩音樂的朋友 都是Beyond的粉絲 都受Beyond影響 我想在我們這個年齡 今時今日 如果是彈吉他、玩樂器的朋友 尤其是華人 都是受Beyond影響 我都不例外 我都是從小到大 都是聽他們的歌長大的 所以很自然 這首歌其實在很久以前 就已經寫下 當然 那時候是很受Beyond影響 所以就會有這些 這麼有Beyond味道 我都不知道 算不算是Beyond味道 這些要給聽眾去評論才知道 我自己就 因為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完全是沒有去怎樣模仿 只是很自然的 彈一下彈一下就會有這些 這樣的音樂出來 其實我真的不會去分這些階段 因為對我來說 Beyond就是Beyond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所以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他們是 無論是三個人四個人 依然都是Beyond 只不過可能是 時代不一樣 我相信如果 我自己相信 如果家區還在的話 音樂 都會有些少變化 因為你不可能 從80年代到2000年 你都在玩 音樂風格 都會一模一樣 我覺得一定會有些少變動 就是跟著這個時代轉變 你聽的東西越多 可能你會加入多些元素進去 這個是人的反應 所以沒有說 什麼階段 是怎樣 我是這樣看的 我相信 如果玩音樂的人 都會這樣 可能20年前 寫的歌曲 會是這樣的風格 你過了10年後 聽的東西 聽到更多 你就寫別的風格 再10年後 你又聽到 咦? 這個元素 又挺有趣 不如放進去吧 所以跟著人的成長 你都會有不同的發現 就好像 日本有一對安全地帶一樣 80年代 寫的歌 和現在 他們寫的歌 是會有差不多的出入的 錄音方式 都會有差不多的出入 所以我想 但他們依然都是安全地帶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 嗯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 兩支結他 以音樂演奏的方式去看 兩支結他和三支結他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因為 作為一個主音 如果你需要 顧及到要彈的東西 那是有一點分心的 所以多支結他 是比較好一點的 即是你不用 那麼緊張 去顧及到 因為一個結他手 又要踩效果 這件事 所以它不是 好像 喇叭 或者長耗 或者一些小提琴 它不用顧及到這些東西 所以 結他是麻煩一點的 如果有多一支結他 是減輕了你的負擔很多 所以 我想 每個表演者 如果有機會選擇 三支結他 會是好一點的 所以你看一下 有時候 阿波的演唱會 或者他們的 其他 搖滾樂隊的演唱會 例如太極 他們都會 多了一支結他出來 這樣是 可以減輕了自己的負擔多一點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 身為一個結他手兼 主音歌手 是有很多東西要應付的 第一就是記歌詞 第二就是要 要 要考慮到 不要走音 又要彈 彈完之後 又要顧及到 solo位 又要轉聲 如果你有多支結他 我想會輕鬆很多 還有 出來的效果 會好很多 這個是我自己 一向 喜歡演繹 Beyond的風格 我覺得 是的 你說得很對 有些人 唱表的時候 很喜歡 有一種新的風格 放進去 但是 因於我個人的喜好 我覺得 Beyond的作品 你可以說 是很難超越他們 也不是說 沒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我也有聽過 有些 改編Beyond的作品 是覺得不錯的 但是 如果我自己 喜歡 我自己享受 來說 我就喜歡 不去 改編的 就一定要原汁 原味 即是你所說的 如果是三支結他 就放回三支結他 可以將 因為我覺得 很難 再 可以 有機會聽到他們的Live 這個是真的 這幾個月 多了很多 是因為他們在走一個Tour 我相信 大家 如果聽回原汁原味 可以帶回自己很多的回憶 包括我自己在內 所以 每當我 有機會 彈奏表演 Beyond的歌曲 的時候 我一定會 將原汁原味 帶回給大家 希望 可以帶回大家 80年 90年代 那些時候 可以有集體回憶 這個是我主要的目的 我這裡也要補充 剛才有一提 你是問 為何我要重演三支結他的時候 這裡我補充 就是 我一次去日本 去了一間Live House 那間Live House 一個星期七日 六日 是玩了Beatles的歌 每一首歌都是Beatles 他們身為日本人 是可以做到 跟Beatles 將唱片裏面的聲音一模一樣 但是是Live 相信大家都知道 Beatles 是沒有可能 可以在大家面前 再玩Live給大家聽 所以 當我聽到這隊樂隊 這樣表演 就啟發到我 如果我玩Beyond音樂 我要像他們一樣 將原汁原味 他們認真到 連Effect的聲音都調到一模一樣 連結他也是一模一樣 還有 他連咪的EQ 都調到一模一樣 是很真實的 整個Beatles重演在你面前 所以 這件事就啟發到我 所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把Beatles 打給大家 我反而覺得他做得很好 我真的覺得他做得很好 因為他把他自己的風格 完全帶出來 有好幾首歌 我是很喜歡的 木空一切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踩界》 《阿博爾世》 因為我有親身幫他 彈過這幾首歌 我是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些情緒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嗯 對 他當年在Beyond 都算是很Rock 那個 即是 比較放縱那個 你可以說 他是完全把他自己做出來的 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你可以發覺 由他們真的見證的時候 到 下雨路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 我都很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就是 真的見證 我是很喜歡的 跟著就到 這個 這個 Beyond IV 就是 《真的愛你》 那張 那張 是要做一些 迎合大眾口味的歌 這個是我完全明白的 因為 如果想普羅大眾的人 接受你 你必須要做這樣的歌 這個是我完全接受的 但是你可以慢慢發覺 他們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是步向越來越弱 將他們想做的事情 是完全擺出來的 在這個 下雨路的時候 你就完全聽得到 那個錄音 是 近乎他們想要的效果 這個是我 很喜歡的一張碟 那麼去到滾石的時候 就更加震驚了 即是他們覺得 已經沒有什麼需要去 迎合這個大眾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 Beyond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你如果見到 它在滾石 Paradise 那張專輯 那裡 跟聲音的時候 聲音應該是在美國 LA錄音的 那就完全是很Rock的 一張 很有Band Sound 很Rock的一張碟 所以你是完全看得到 但是對我來說 我每一張碟 都很喜歡 因為你是完全看到 他們成長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 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你是完全看到 他們有一個成長 那麼 在早期 你都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有做一些 所謂的 Concept Album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 在阿拉伯 跳舞女郎 這張碟裡面 可以聽到的 他們當時 放了一些 類似中東元素的東西 在裡面 這件事 其實在吉他裡面 都幾受歡迎 是其中吉他裡面的一個Mode 他們放了這個元素 進去之後 在每一首歌裡面 你就很自然地覺得 咦 有些中東文化 這樣的風格 所以就很符合 這張阿拉伯 跳舞女郎 這個感覺 之後 慢慢慢慢 一張一張 這樣上去 就可以完全感覺到 他們 是想慢慢 好了 現在 得到大家的認同 大家接受 越來越受歡迎 我可以慢慢 放回自己的理想 在裡面 例如 自己 一向 所做的 即 他自己的風格 可以慢慢 加入 這張碟裡面 即是一張一張 慢慢上去 所以你可以 看到 下雨露 就開始很樂 然後去到 這個 教育小孩 那張 碟裡面 又是 即是 聲音的那張碟裡面 又可以 更加 更加 是 唯一 他們暫時還沒做的 就是 純音幕碟 這個我想 是他們 自己都很想做的 一件事 但這件事 說真的 是一種挑戰 所以 都 我想 都很難 對了 一次過 說了 那麼多 歌 但是 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 即是我自己 認為 都是一個 音樂工作者 的方向去看 就是 有一件事 是現在 今時今日 是 是 欠缺的一件事 就是 錄音的dynamics 這件事 不能怪他 即是 不能怪任何一個藝人 這個是 現今世代 的一種 取向 就是 你如果 發現 在80年代 90年代 錄音 是 很好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音樂是很有dynamic 的 錄音 尤其是 beyond 音樂 即是 如果有 聽黑膠的朋友 就會明白我 說的是什麼 那 即是 動態 是差很遠 因為 時代改變 每個人 要迎合 這個叫做 loudness war 這件事 即是 每個人要 鬥大聲 為什麼要鬥大聲呢 因為 如果 譬如你在電台上播一首歌 是將它 所有 整條 wave file 是 漲大了 那你會覺得 哇 這首歌好澎湃啊 好正啊 但是 如果跟著下去 那首歌 即是 這個dj 播了這首歌 跟著下去那首歌 是沒有這樣做呢 那你就會覺得 咦 這首歌好像不太夠力 好像有些輸蝕 那其實不是這件事來的 其實 我們在錄音 我們製造音樂的時候 你不需要音量 你是需要dynamic you don't need loudness you need dynamics 所以這件事是在現今的錄音情況 是損失了的 所以我很希望 大家可以 鼓勵大家 如果你夠膽的 就不要再做些 這樣的 這樣的錄音 即是將這個mastering 對到很大聲 整條vow 很肥美 這些其實不是肥美 是只是大聲的 一首歌如果很肥美 你會很有dynamic 每一個音頻 你是聽得很清楚 很仔細的 這件事 會好很多 所以我在這裡 希望大家 即所有的artist 可以 對 會跟回 這個風氣 但是我想今時今日 都很難的 但是我自己 就會盡量 會做完這件事了